这一次的所谓的十日坛里面的集中一系列 点点今天事不顺于十日坛 我不知道今天十日坛到了第七还是第八 要下午六点钟 七点钟 才会在六条头条里面做这个十日坛 我在今天指使呢 讲一些小的片段 那么未来更长的这个背景呢 就会展示出来 我展示这些背景呢 只是让大家在这个苦闷的日子里面逗得乐子 所以在一个所谓的十日坛的这个名义 其实从文学来讲 那怎么能跟十日坛比 我这个毫无文学舍舍 对不对 但是从方妙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如果有读家 如果有出家 他能够根据这些事情 加以演义和文学化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方妙的一个 一个一尺又一尺 一个又一个 而且很多的细节 我根本没有讲 讲出那些不堪的细节 或者那些方妙的细节 你会觉得原来中国是这个样子 当然我在这些节目 居然也刺痛了一些人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我只是作为一个媒体人 在这个地方东扇西扇 对吧 你能听进去就听不进去 听不进去 那你没关系 因为海外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你愿意听就听 不愿意听拉倒 没有人逼迫你 有没有人能够真正影响到你 因为你不仅是看我的节目 你可以看明镜很多节目 你可以不看明镜很多节目 你也可以看美国之音 你也可以看自由啊 叫电台 你也可以法广 你也会来看德国知识 你也可以看BBC 你也可以看 可以看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邮报 当然了 在有些眼里 早就把纽约时报定为了大卫星 甚至有人说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 就是纽约时报 因为有了这些评价 所以我一定都不觉得 被那些恶意告现 恶意毁谤和攻击的人 对我来讲 有什么样伪处的地方 人家纽约时报 是一个与子专业的 在我看见的时候 非常了不起的伟大的媒体 都会被一些人物 任意的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 那你说我还有什么话 可说呢 对不对 我有什么地方 值得这个冤枉的地方呢 我只会觉得 你纽约时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还有一些距离 那这就是喜地 想喜就喜 就是我觉得喜的还真不高 因为一时就没有 接到了这个中宣部的汇款 大外宣的这个款项 是专款最硬的 对不对 应该是有所开支的 但是我们的账上面 使征就没有这个款 我不知道我们的打赏的网友中间呢 有没有大卫生判来的人 如果你真是大卫生系统判来的人 我要真希望你那都打赏 只要你打赏得多 我喜地呢就越贴贵 对吧 那我是一个见钱也开的人 因为见了钱 我就会知道了 我可能会做更多的节目 见了钱 我可能就能够请到了更好的嘉宾 见了钱 我们可能呢 就可以把设备变得更好 钱呢 在美国就是 民国之本 所以它叫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我很遗憾 这个大外宣 只有其名 没有其利 你说没有利 这个名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美国这个社会 更多的人不是靠民主的生活 更多的人是靠利质生活 对吧 这一点啊 我曾经跟美国的盆景讲 政府部门的盆景又讲 我说美国的政治啊 其实有三个字 他就拿三个字 我去money money money 没有别的 全是他的一个关系的一点 其实但凡 做事情的人 但凡做事情的人 对不对 除非你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那我没话说 一般来讲 即算是科学家 你都知道 科学需要的是科研经费 对吧 做任何事情 就是粮草兼行 但是在中国 就养了这么一批人 这批人呢 他是靠精神在生活 而且呢 他鄙视那些呢 要争取的人 或者是拉筋 说事情的人 这我没办法 所以呢 我因为很早就开始 采取隔离的方式 跟这帮精神贵族们呢 离得比较遥远 我就是身后的 这个现实的中间 所以这些现实的 这个事情 有时候呢 就运气好 你正好就碰上了 这个执行者 你就想一想 天津当时 那么机密的事情 海外媒体 港开媒体 基本上是不可能 有消息来运的 中国大陆天津的人 当然是值得一些消息 但是他也不敢报 他也不知道 哪里去报 他也不知道 怎么捅到这个海外媒体 而且大家也知道 捅到海外媒体 有他的这个风险 有些人不敢捅 所以很多好的消息 就这么隐藏起来了 但是我当时候 就比较了解 这个政权主席 这个天津市委副书记 孙平顺同志的 自杀的细节 也了解到 武长顺 这个会玩 当时候我忘了 天津市的检察院警察长 是叫李金宝 还是叫什么 这个 毕竟很多年了 记忆力是有限的 那么有没有呢 当时有没有被抓起来 但是天津这个盖子 一时没有揭开 天津的盖子有好几个 一个呢就是 跟李云环有关 但是李云环这个人 虽然身后腐败 对吧 按照以法来讲身后腐败 在我们看起来 那也可能是正常 人之常情嘛 对不对 这个 尤其像李云环这样的人 对吧 形象长得一半 这个老是被别人呢 这个讥讽为了 这个模价 即使在当时的 政治局常委里面 之所以要李云环 去管这个意识形态 管宣传领域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李云环真能够 长修善务 能够跟知识分子 能够跟不同的事情 还能够形成了一种呢 这个木器 或者说呢 比较宽宴的探索 所以李云环管意识形态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中国出了好几件事情 但是这方面呢 都说了是和缓解决 没有激发 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 这个很大的冲突 尤其在1989年 六四十号 李云环确实是不营业 另外过来 李云环自己本身呢 也想利用文艺界的事情 满足一下了 自己的这个专家追求 因为他比较喜欢戏剧 他可能文学修养也不错 当然这个李云呢 文学修养好的人 难免的情感比较丰富 那么当然其实呢 你没有修养的人 人家的心情也是丰富的 对吧 那么这个李云环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 确确实实是有一些风流故事 对吧 那么这些风流故事 一段话闹得很大 因为有人把这个故事 完全把它小时化了 那当然是令人 这个情义何堪啊 把一个美好的爱情 或者是这个 这种故事 也演化成这个黄色的 这个东西 确实没什么意思 但是呢 李云环的事情 还有涉及到 他在这个天津当时 他的 一系列的 那么到了后来 天津即算是发生了大爆炸 这个事情 天津到现在位置里 没有问题解释 因为李云环 对于他们台上的人来讲 不值得追查 不是因为李云环不腐败 而是李云环的腐败 也没那么严重 对吧 另外一个呢 这个李云环的家人 他是有一方面正常的地方 我一个老哥 我一个老大哥 现在这个住在这个拉斯维加斯 那么他当年就在美国排同了李云环的夫人 在美国游了一圈 游了一圈 游了一圈的迷迷 就是很简单 没有人安排他的这个在美国的理由 你就想想 以李云环的这样政治局常务的身份 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曾经是政治局委员 在美国他夫人的理由都如此的简单 那你可见呢 李云环可能腐败也腐不到哪里去 跟现在根本没办法比 但因为他儿子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里面还出现过很多方面的故事 他一个侄子还是什么人 对吧 在美国的时候 军队坐上了这个李云环的专机 结果出了金一号 回不了美国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出金记录 哎呀 好久弄了半天 但是我这个老哥呢 正好跟移民局啊 海关啊 关系很熟 所以打通关键 你要说明情况 那么这个按照法律 可以与了这个特殊的处理 又回到了这个美国 听见了这个事情 非常的丰富 我们知道 中文来 这个 这个胡锡利 这个李月凡 还有这个 戴小龙 还有这个 现在的何立峰 到今天我讲 讲错了 何立峰 是讲何立峰 何立峰是个族家 还有呢 这个 这个黄平国 对吧 还有这个 这个 叫什么 一票人 这个天津的故事 以后有时间 我慢慢讲 回头讲到江西的这个事情 江西的这个事情 猫腻啊 我今天只是跟大家点一点 曾威文 到底是 为了保护 孟宁之 而被这个 这个不得不走上 为保领导 保驾 最后面 选择了一个 先生的道路 还是有人告诉他 你必须这样 选择 否则的话 你会更惨 所以他是被 鼻子杀的 还是自己 举动现身的 但是关于 郑维文 的这个问题 在这个 江西的调查 也是已经 瞧瞧在进行 那个时间点 已经是在 2018年 2018年 孟宁之 已经下来了 孟宁之 下来以后 他最主要的 表现 我在前面讲 一方面呢 是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 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是真的身体不好 因为大家知道 当一个领导 我们看到的只是 讲空话 讲套话 讲假话 但是问题是 空话 套话 假话 他不是天天讲 月月讲 是一天讲很多次 对吧 而且上面要听 比他权力 大一级的人 下面要听 这个权力 比他小 很级 的人 人格的分裂 工作 具体的 细节的繁忙 因为中共 是一个 潜能主义政府 那么在这个政府里面 每一个人 在里面 都是 极度的辛苦 领导 干部的 这个辛苦 你是没办法 想象的 像川普总统 这样 实际上 最有权力的领导人 每天 每个星期 都会有时间 就是打包 有副球 你是 对于中共领导人 是不敢想象的 不要说是总统 在国领导人 是这样的 你就是一般的 这个干部 这个 天主级以上的干部 出去我们就不管了 那基本上可以说是 没有什么休息日的 忙碌忙碌忙碌 这种 无尽无尽的事情 所以有些同志一下来 春药一不吃了 腿内的春药一不吃了 马上就萎缩起来 人家病得老头了 头发也不染了 然后呢 就睡了下 就像一个普通的老头 那是真的是身体众口 另外一个呢 在官场里面 还真有一个 生病保命 什么叫生病保命呢 就是说你这个身体 真的不好了 很惨 人家一看 你已经对我不产生 任何威胁了 原来的系统 你也没有能力干涉了 对吧 然后呢 你也没有起到野心了 心里一想 哎呀 何必这么去 早才的 就整你呢 因为你身体真不好 啊 这个活儿啊 那么呢 活得说呢 你伪装身体不好 不管是哪一个情况 OK 我都一本个方语一码 就算了 孟静君现在不知道 他是真的是有病 还是伪装的有病 但是他呢 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他以他个人的能量 对习近平实际上 是没有高层 非常大的这个威胁 但是习近平的问题是 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是呢 这个新一种在公安厅 厅局长里面 有孟静局部下的 一百多名 甚至更多厅局干部 你就想一想 这个人怎么去清理 怎么去解决 要花多长时间的清理 你想就活大 另外就是 反腐败 反了这么多年 反了八年 多少年 你看反的一大互动 一个意义上 反腐败是老背心 老背心的支持 但实际上在官场里面 大家很明白 反腐败 失败了 这个反腐败的失败 我在这个世界日报 就写过一篇评论 这篇评论讲的就是 他彼岸失败 因为他指使的 六四 文在的一个严实 用反腐败的方式 来建立自己的敌心系统 用反腐败的方式 把一批人给搞掉 并不是由此 而建立一个 真正被公众 公正 人家透明 可以监督的这个体制 没有 很想作业 仍然是很想作业 那么按照习近平的想法 他难道想到了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解决 符合我问题吗 他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章 或者是呢 官员们的 实际程度的紧张 他没有看到的是 他没有记得起来的是一个呢 比以前更好的 所谓的联征制度 不但没有记得起来 而在这个制度 应该形成强有力的 控制力的 这个媒体的监督 他在相反 媒体这些人 受到的伤害是非常之大 第二个是 司法以党的名义 新党之后 整个的司法 比胡锦涛时代 比江战的时候 哪有糟糕 我讲的司法 而不是简单的监狱 或者历史的问题 我讲的司法 主要是检察院的起诉 和法院的这个判决 这个现场 我都不知道 要能到什么时候 才能清理 因为公安厅局长的清理 就已经头痛万分 而且公安厅局长 是这些人 公安部长 邓华系统 是这些人 一系列重大案件的 真正的执行者 无论是薄熙来 林计划 周恩康 一系列的这案子 都是由公安系统来执行的 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呢 这个处理过程弄件 以打腐败的名义进行 实际上打腐败的这批人呢 本身就是恶狼 本身是恶狼 本身就是烂人 或者坏人 甚至比被打压 被打倒的贪污 腐败分子 更烂的人 这就是我这些天 在这个节目里面 慢慢结识去 把中国的这个体制的 本质 这个本质就是 即使所有的人都是烂的 只是烂的程度 不同而已 而很多人都认为 或者很多人 世上在这个人生过程中间 他们也有比较美好的一方目 也有过很好的追求 也有过了很好的 这个为人出赏 为何什么 到后来 都能成为一个 自己都不敢想象的人物 粗心 结果是变成这么一个图形 这是引起我们的这个体制 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民族 更多的一些思考 跟谁好和谁化 在这个过程中间 其实不是接待的 所以有人很感动于 我讲了孙力军 和这个东京的故事 有人很感动说 我很诚实地讲了 孟静之 在这个前景农场 在这个上海市政府 我在不明日长 农委纸任 这个 副市长 市委副书记 这个旗舰 为上海民众所做的事情 甚至我还赞扬了 我一直在江西 在几任省委书记中间 所做的事情 得到不同的这个 欢呼 江西我们知道 从这个最近 几十年以来 几任的省委书记 顾修 不是顾修明 叫 万少福 对吧 万少福是 传闻中间的 这个 胡耀邦的一个 红颜知 于是这个知识 江湖上在 下船 是不是不知道 但是知道的是 万少福是一个 毫无能力的人 在江西 根本没出出什么事 后来又来了一个 这个毛之音 毛之音是华国锋 当年是 排阳车来的干部 这个人确实是 有比较几个老实 所以我们 都有一个外号 叫毛之音 就是印度 什么 长沙 还是胡呢 什么话叫 毛对应 就是没有对应的一个人 其实这个人 真是因为 他在政治上 比较 比较诚恳 诚实 虽然他 比较左 比较僵化 但是中央讲什么 就讲什么 他是文化大革命之后 应该是 树谷清晨的 几位省 省级干部之一 结果在湖南不行了 他把他搞的 江西就害这个江西人 害江西老表 在江西当然 没做出什么成就 他后来 给了他一个 正确副主席 因为他的资历 是他老 但他当了副主席以后 并不是在北京 享受这个生活 一般到了 部级干部 你到北京去生活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不愿意 而且他回到了 当年的老家 湖南越洋 讲到越洋 最近其实是我 一个特别伤心的事情 早一段时间 我的这个情绪 跟湖南越洋 是有一些关系 但是在这个地方 也就不讲 那么越洋 他在越洋 这个是乡下 去当农民 有过这样的传奇 毛泽尹就去世了 后来来了 这个吴光正 吴光正 在武汉的时候 还做出了一番 事情出来 尤其是 南有吴光正 北有 这个李昌春 李昌春当时应该是 沈阳市市长 吴光正呢 是这个武汉市长 两个人都 共同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开始了 提倡什么企业破产 提倡了 城市的改革一些措施 但是一转眼 那么多名故事 吴光正在江西的 这个所作所 真的是 没办法去说他 想一想 我当年见他的时候 他也就是五十多岁吧 对吧 还是四十多岁 对吧 提到一个 那个时候 干部最喜欢提到 一个小黑包 到这个东货宾馆 哎 转眼呀 没有想到 吴光正到了 退了下来 当了这个中纪委书记 退了下来以后 家乡为了 迎户他 进了那么多的别墅 给了他的家乡修了什么 这个那个 他是 这个江西人 而且吴光正 还自己说 在中纪委 开交接班的时候 这个 这个 抬屁股走人 那些东西都夸大了 吴光正的形象 吴光正后来到山东 后来到北京 全力奏成 国家一级领导员 但是他的促进 可能是万的一个 二级 山东的很多的案子 实际上就跟他 这个中纪委有关 他后来一个孩子 化名到河北 公处 我现在也不知道 怎么样 也许呢 人家也觉得政治上 没什么好混的 就太修拉倒 那么江西的 最近的几年的变化 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这个孟静主 孟静主在这个江西 做的这个事情 得到江西民众的 这个支持 欢呼 认为最近几年 做的好的 就是孟静主 至少我听了 我所有限的了解 江西的情况是这样 但是一般人 怎么会知道 孟静主在建设老去的同时 给自己做了 很多猫腻的事 其中有一些猫腻的事情 后来被殊荣 或者被强威 或者被郑威文 这些人是有所知的 有所知 甚至因为有所知 甚至有的人 还想做的什么动作 那么活着说 还没有来那些做动作 就被孟静主在发现 所以就出现了 苏荣后来被抓的 一个盗口线 苏荣被抓 你们很难相信 居然不是从苏荣开始的 而是从他的大舅主开始 他的大舅主 涉及到腐败的问题 但是谁会知道 谁会知道 那个 公民的椅子上 就有一个人死掉了 而这个人死掉了 就是苏荣的大舅主 从这个事情开始 一部分筹集到苏荣的 一系列的问题 后面就判刑 后来是强威 强威呢 是当过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那么一混又混 混成了将去省委书记 他不属于孟静主的人 收入了更多的结晴 更情团息 或者是肯定计划有更多的关系 所以孟静主在那个时候 也想把强威这个枕下来 强威这样展开了 强威 就至尊 云春清 秦宫荣 四大警官 四大警官 一是想整 但是后来之时呢 整掉秦宫荣 秦宫荣在这个事情 他在后台的 进一步实施 把柄实在探中 英才的探中 而强威 云春清 和卢志军 卢志军当然不一样 他是红二代 保他的人更多 云春清和强威两个人 自我保护的能力还比较强 虽然下了台 但是呢 加得尾巴住人 那么现在能不能逃归一劫 至少呢 孟静主系统可能面临的调查 对于强威来讲 也许是有一个好消息 先不去讲这一点 而要讲到两个人物 在这个江西的 各种人当中 抬出的这个角色 一个是郑伟文 郑伟文是接的了 苏世晴的公安厅厅长 公安厅厅厅 那么他后来了解的情况 或者掌握的情况 在收容案件 和对强威一切的事情来讲 郑伟文 当然是扮演了这个 很关键的角色 他的角色可能是多样的 但是其中呢 被认为是 孟静主的打手的人呢 平向的这个观点 就比较多一点 那么2018年 实际上 当年的这个 斯立军 已经丧失了 国宝的控制的群体 已经被拉开了 然后这个 这个孟静主 那就是已经呢 身体不好在家 为这个 森立军 能够这个进去 来到处游戍 不要去抓森立军 他主要就干这个两件事 那么 郑伟文虽然也跟公安系统 也退下来 他整是会感觉到自己不安全 整是会感觉到在调查 而且当时他 确确实实 调查是真的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显摘了 现实选择了 这个 以自己的命 来保护了 老领导 以自己的命 保护自己的家人 在中国官场里面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一般来讲 你选择自杀了 关于你的调查地方 就停止了 你家里该捞多少钱 一般来讲 也不会他就追究 除非你的政绩 非再往 把你家里往死地占 另外就是 你保住了很多领导 就像天津的 那个副书记 孙平顺 保 但他在孟静区 还是孟静区 之前后 他大概已经是 一个地方上的领导 集中做到了 景德镇 市委书记 景德镇我们知道 中国的陶瓷之向 陶瓷这个事情 在中国的这个舞台上 是上下打点 不又打点的 一个好的这么一个工制 因为有了这个工制 景德镇的市委书记 跟别的市委相比 就有了一个上 向 打通关系的 这么一个很好的 一个介绍的工制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打通了以后 其中就打通了孟静区 不知道是哪个军 孟静区就是要提醒他 有人说呢 这个苏小琴呢 是孟静区的秘书 那么江西的一些 知情者说呢 真的没这么听说过 没有这么听说 当然如果是秦人 这个也未必 一定能够外交所持 但是有可能是秦人 因为一个省的省委书记 公安厅长 那个权力 那是一般地方 是很能够比的 一个意义上公安厅长 比一般的副省长 一般的省委副省记 其实实情的也大很多 等于你不但可以呢 处理一般的这个大案要案 而且呢 你实际上可以监控 各种各样的人 可以做出很多 特殊事情的处理 所以 而且呢 这个 朱晓晴 女士 她也不是政华系统出身的 她也不是公安系统出身的 那么她具有能量 去管理这个 这个 江西的这个政华系统 而且成为江西的 这个武警 第一政委 对吧 武警第一政委 这个也是个正常的兼职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只是说呢 她当时的权力 实权达到这种程度 因为事实上 这个武警成为各个地方的 公安厅局长的一个 一个开边武装 那么有趣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有趣的地方是 孟一之有能力 把这个 这个 朱晓晴 提为公安厅长 也有能力把她 推向了国务院 当了一个负民局长 主管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新皇局 新皇局是老干部也好 新干部也好 或者是一般老百姓也好 是告状的 必有之道 因为新皇局是 每天把秦国各地的 这个 上访的材料 本们别的 按照敏感的程度 这个转给 这个 哪一级中央领导 哪一级是给总书记 哪一级是给总理 哪一级是给常委 哪一级是给政治局 哪一个是给国务委员 这个都有了 这个新皇局 有很大的决定的群体 所以大家只是看到 新皇局外面的 这个场上的待遇 不知道新皇局呢 实际上是通这个高层的 因为在中国的体系里面 新皇局就是说 他们是人民的野性 人民的野性 所以孟君之法 石小琴 安排了这个职务上面 是至关敏感和重要的 但是石小琴 这样一个女性 而且有这么丰富的 城镇的经历 从地方一步步爬上来 但是她就是一个事情 没有完成 就是被卡住了 卡住什么 石小琴 是临时三届的中央 耗补委员 临时三届 这是非常罕尽的 临时两届 这是可以可能的 临时三届 是往往只有 巨大的争议性 巨大的这个争议性 中央耗补委员 就是中央的一个 耗败力量的班子 一般来讲 你担任职务的时候 要给你一个中央委员 比如说你某个省的省委书记 但实际上两年以后 你就退下来了 这样的话 在中央委员里面 相当的人数 到下一届 开这个党代会的时候 这个中央委员 有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或者更大的比例 他可能就已经 不在信任的职务上面 只要去人大和政协一下 而中央耗补委员呢 恰恰开往党代会以后的 未来的五年 机房会提发成为了 这个比较重要的职位 比较重要的职位 那么这个下一次 你就机房成为中央委员 结果呢 这个苏书群 这个 居小琼 不是苏书群 职位连续三件 没有成为 这个中央委员 这非常罕见 非常罕见 在19大的时候 也可以给他一个中央 号部委员 也没有改 其实也没什么两份起的 那么他改不改 那什么原因 使这个中央组织部 或者是中央的更高层 早就怀念 这个苏小琼 这个人有问题 但是一时到今年 要动手 这个 孙力尊的时候 才在几天 还是之前几天 把这个 居小琼的职务 给拉掉 不但拉掉 而且用一个特别的人物 来取代他 这个人物是谁呢 这个人叫 李文章 李文章 大家都不太熟悉 大家只知道 他是国家 安全部的政治部主任 他之前担任过 辽宁省委的 正华委书记 实际上他真正的 法题和基础 是在这个宁夏 在宁夏这个小地方 那么他开始 一旦是担任过 宁夏区委的 办公厅的 这个医区的区长 负责了宁委的 一些日上事务的处理 后来 黄黄 他开始在宁夏区委 是黄黄 在这个江苏 还是安徽 叫过去的 一个宁委书记 那么后来 黄黄走了以后 毛日博 接他的班 成为了 这个宁夏区委书记 毛日博 这个人呢 后来就起用了 这个李文章 实际上李文章 在很大的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呢 是毛日博的 这个大秘书 毛日博 宁夏区委的 大管家之一 毛日博是谁呢 毛日博 原来是经浅部的 当国经浅部的 副部长 在之前 但是他提出一个 更短的经历 是在 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就是 这个 西藏区委 副书记 这个有趣了 因为八十年的末期 西藏赢了来一个书记 就是胡锦涛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毛日博是 当了这个 胡锦涛 陆干尼的 这么一个 一个 打务系统的副手 所以后来 胡锦涛当然就给他一个回报 给他了 应该是他的时期 还是江泽民时期 而应该是他的时期 就给了他这个 名下区委书记 所以毛日博呢 一个意义上呢 你要真的讲 政治派系的话呢 估计他算计其中一个 李文章就是他的这个 大管家 或者是大命 应该是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不管怎么样 李文章后来成为 国家安心部的 这个政治部局人 能够到这个 新访局来接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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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晓晴的 这个新访局的 这个局长职位 就显示出来了 这个 有一点 对方有一点狠 对方有点狠 就是 哪个政法系统的人 把那个办案给接了 而且呢 必然会调查 许晓晴的某一些问题 那许晓晴现在 已经拿掉职务了 会不会被双规 或者什么时候被调查 也是我们有一天 突然 中国政策就宣布了 总之他的一系列问题 早就已经有 无数的举报 现在举报过去了 这就是 江西的这个系统 我今天在 点点竞争室里面 先跟我的 点点竞争室的观众 先持一个小灶 先持一个小灶 讲一讲 未来有一些事情 会到 这个 十日谈 十日谈现在知己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知己 手机砸到你 困了 赶紧许晓晓晓 今天我反正继续讲 讲完以后 这个节目还可以重播 或者是片段播出来 大家不要着急 那么今天我讲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讲的是 这个 抱歉 抱歉 这个金正恩 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消息 之所以能够 这么引人注目 主要的原因 这个人物是 实际上一个好玩的角色 36岁 就已经把 白朝铅 这么一个国家 对吧 统治的 就